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陀的开示 让我们也对照 《法积玉经》故事里面 有真实的人物的事迹 来做学习 也就是能够让我们从生活的真实的状态里面 来了解佛法的应用 那在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五品的第二个开示 在这个开示里面佛陀开示的是 如果找不到比自己更有德性 或相当的人为有 宁可独居 也不要与愚痴的人为伍 这个开示基本上也就是对于我们要真正想要学佛 要修行 那我们要有一个就是同参道友 那要怎么样子能够选择呢 所以这里也就是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所交的朋友 也就是我们能够互相敌利的 那这样子就是有德性的人 或者是跟我们相当的人 就是能够都是互相要以修行来学佛来做目标的 那这样子就是能够成为朋友 那如果找不到这样子的人 那宁可独居 那就是自己单独来修行 那千万就不要跟愚痴的人为伍 也就是说那我们如果跟愚痴的人在一起 也就是他对佛法或是对这个行为举止 他都是自己没办法用真实的这种智慧判断 就是没有办法跟佛法就是能够相应的 那他的行为是造成我们的困扰的 那就会分散了我们修行的这种精神 或者是我们的这种专注力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要很重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也就是说我们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那跟这些人在一起 是对我们修行有利呢 还是妨碍我们 所以说这个法国就是说 我们如果学乎修行 我们就要对我们道中的人要做主意 我们要让我们有勉励 有光是鼓励 我们要学乎我们有这个道心的人 跟我们可以道合 就是能够成就我们的道业人 那这样子就可以成为我们的 叫做同参道友 不然我们就宁可是自己担 自己说我们自己来修这样子 因为我们可以依照佛的教导 自己好好修这样子 又比我们如果一个意志的人 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复发 所作的就是违比复发 这样子的人就是对我们学乎就是有种爱 会把我们交流 要妨害我们学乎的心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学乎的时候 要跟什么样的人到底 这个考虑呢 应该我们要知道不是说 我们看不起说比我们不好的人 而是说我们要这个交往的人 是要有跟我们相同心来修行 这样才对我们有利益 而不是说我们没有看不起他们 而是说我们不是常常在一起 或是说我们是互相砥砺的对象 就是说我们要交作朋友的时候 我们就是常常说我们谈谈佛法 或是我们对佛法的一个看法 或是说我们自己的问题 而我们的真正的道友 同参道友他会跟我们好像鼓勒 那带我们的可以说 可以说想到我们应该怎么办 可以再这样子 这样子是真正的道友 所以这个开示呢 是针对我们在学佛的时候的 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的 相处的人的一个考量 那如果有真正不是这么真心在学佛的人 那我们当然就是还是可以跟他很客气 那可是我们就不是跟他常常在一起 那在这个的故事里面 是题目叫做顽强不逊的年轻沙咪 那这个的主角主要是大家设尊者 那因为大家设尊者他本来是 是佛陀的十大弟子里面是苦恨第一 修头头行的 也就是他身边所留的东西都是基本需要的 像他的这个绿水囊 还有山衣 那其他的这一些好像奢侈 或者是享受 让生活更加的 就是这种比较优渥的这一些的这种用品 他就没有 没有使用 那当时呢大家是尊者 他是住在王舍城 那王舍城呢也就是就是我们现在像灵鳩山 这个竹林金社这个附近这个地方 那他住在那里的时候呢就身边呢就有两个年轻的沙咪 在追随他在就是学习 那其中的一位沙咪呢就非常的恭敬 而且呢就是大家是尊者教他什么 他就是很服从 而且就是很尽责任 就是什么事情都愿意去做 所以说这个两个这个沙咪好像跟大家是学习的这两个 一个就是真有这人 很乖的意思 另外一个呢就不是同样 这么听听话 他就是常常好像没事情做了 每一天呢这个大家是尊者 就告诉他就是有一些交代他做的事情的时候 那他就觉得说好像是在责备他 他就觉得是受到很大的侮辱 所以他反而是责怪大家设尊者 对他这样子的一种教导变成是对他的侮辱 所以这两个土地就是正好就是相反 一个很乖顺 一个呢就是不听受教 那现在的故事主要的是 讲的就是大家设尊者的这一位不听话的 就是沙咪的弟子 也就是他有一天呢 他就到这个大家设尊者的信徒 因为这个每一位佛陀的弟子 也有他们就是比较亲近的这些的信徒 所以这个土地这个沙咪他就到这个一位信徒家里去 然后就骗他们说大家设尊者生病了 然后呢这个信徒呢他们就想 哇要赶快供养大家设尊者 就是一些可以保养的食物 特别就是营养的食物呢 让大家设尊者赶快调养他的身体 结果这位不听话的沙咪呢 他是等于是欺骗 然后就拿了这些食物 离开以后就在半路上 他就把这些食物就吃掉了 吃了这一些人家要供养大家设尊者 好像以为他生病要疗病的这些食物 结果呢他这个行为 也还是被人家知道 所以这个事情被这个举发以后 大家设尊者呢 他就就是告诫这个沙咪啊 那当然是告诉他说你不能这样子欺骗啊 那假借这样的借口啊 结果呢这个沙咪呢 他听了以后呢就非常的生气啊 所以这个沙咪呢 应该是就是我行我素啊 好像不能用管啊 这个 所以他去跟骗 骗说大家设尊者 破坏啊 人共用大家设尊者的这个食物 他又往这儿去 大家设尊者 这个时候呢 他好像这种怒火啊 没办法停息啊 去到第二天呢 这个大家设尊者啊 他就出去化缘的时候啊 哇这个顽强又愚痴的这个徒弟啊 这个年轻沙咪啊 他就留在这个金色里面啊 就把这个所有的里面的这些锅子啊 什么的东西啊 就全部干脆他把它打破 然后呢 又放过烧了这个金色了 哇这个真的是忤逆的一个 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学生 或是一个弟子啊 那结果后来呢 就这个王瑟臣里面的一个比丘 他知道这件事情啊 就去报告佛陀 那佛陀呢 就指示大家设尊者啊 那说那你还是最好独居吧 那也不要跟这样子的一个 制造很多问题的 这样的一个愚痴的人啊 住在一起啊 所以这个呢 也就是让我们看到 就是佛陀的抉择啊 也就是对一个愚痴的人 就是他的行为啊 是不受教的 那在佛陀的时候 大家这个尊者的弟子 也有这样的人啊 所以我们说 佛法是能够让人修行的 可是有的人遇到了 这么珍贵的佛法 也是一样 他不会修行 所以大家这尊者是这么有修行的一个 求苦恨第一的这种尊者啊 那他的身边的这个弟子啊 有的是很温顺的 很顺从的 那可是也有的是不听话的 所以这个就是众生的习性啊 所以说 一个人他还是不可以说了解佛法 要去修行的 他在这个 修行的 这个大家色尊者的身边啊 他也是同样发脾气啊 可是 对这种的人呢 那就是说 要分开了 就不可以说 又让他一点的身边呢 干扰 大家这尊者的修行啊 所以只要让他分开 因为他说不听啊 教不来啊 所以 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呢 就是要分开了 所以在佛陀的时候呢 有一个教导叫做莫病 也有莫病啊 就是说 那一个人 他的行为不好啊 不是说 感到不可以的时候 就是点点 点点的时候 就 他自己要去反省 他自己反省说 他自己有什么事情 不对啊 不然 好像在那儿争吵 说哦 我们说他什么 他就说他没做什么 就变成是 两方面就 就在争执啦 所以也有叫做莫病 所以 这些呢 就是有 生活上面的 这样的一个 习惯的调配 也就是 让我们看到 在真正要修行的时候啊 真正一起生活的人 也是要很谨慎嘛 要顺利说 我们真的有心要修行的时候啊 我们当中的人 是不是如法啊 真的是可以修教的 所以这些的关照呢 也是我们叫做外父 就是我们学佛的时候有内父 就是说啊 可以到我们学习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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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 可以把我们改变 这就是内父 就是说啊 我们 就能直接 知道 用功的方法 外父呢 就是说啊 我们接触的人啊 他可以把我们保持说啊 我们 还是食物上面啊 还是食衣住行啊 这个方便啊 还有内父说啊 我们当中住的时候 意见的合物 还是大家看法 是不是都能够 都是相同的 所以这个部分啊 就是生活的调配啦 不过在我们学佛里面也是很重要 所以有这样的记载下来呢 就表示呢 在当时啊 也是一件 对于修行有影响的一个事迹啊 那所以 能够从佛陀的时代 就流传到我们现在啊 已经两千多年啊 就表示这些的故事呢 都是有它的意义 跟它的重要性啊 所以也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提示 那这个故事是比较短一点啊 所以我们可以再接着呢 再看一个 就是一个比较短的 也是关于这个鱼吃的人的 这样的一个观察 就是这个第五品的鱼吃品里面 就是第四个故事啊 那这个法句的开示啊 就是说 自己知道鱼吃的人 其实是聪明的人 那鱼吃的人呢 他又以为自己是聪明的话呢 那这样的人呢 是真正鱼吃的人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观照啊 就好像是我们在中国的这个儒家 也说啊 如果我们知知者为知知 那不知者为不知啊 那这样的人是真知啊 就是啊 我知道我 我什么事情我知道 那什么事情我不知道 那这样表示说 这个人很清楚啊 那这个人就是真正知道的人 所以佛陀也说啊 如果我们自己知道 我有鱼吃 可是这个鱼吃也不是说 我们平常有的人啊 有时候习惯啊 会挂在口上说啊 我很笨的啦 我很愚痴的啦 也不是这样 那这自知鱼吃是说 如果我们看不清楚一件事情 或者是我们犯的错误 让我们知道我们做错这样的判断 我们看不清楚事情 那我们也知道我看不清楚啊 那这样子才是叫做 我知道我自己是鱼吃的这样 是智慧是有聪明的人 那如果反过来说 他实际上他看不懂啊 可是他又以为他懂 那这样子就是真正愚痴的人 所以我们说 这台湾有说啊 你怎么办啊 假办 那就是真的 所以这个就是愚痴的人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 真实的故事里面的对照 其实也是非常的 对我们学佛有帮助啦 就是了解我们世间的这种观察 那这个就是 题目就是如何分辨愚痴的人 那这个故事呢指的是 有两个小偷啦 那他们呢 就有一次呢 他们就跟着 一群这个佛教的信徒 就混在这个佛教的信徒里面呢 他就到这个其处给孤独园 他们就去听闻佛陀说法 那他们两个当时呢 都是想说是小偷嘛 所以想说人多的地方 就去偷一点东西啊 结果呢 有一位啊 他就听一听 他本来是要去偷东西啊 可是呢 他就听了佛陀说法以后 他就觉得说 这个有道理啊 他就好像 心里就悟了这个佛法 他心里呢 他就转念了啦 他就觉得说 这个佛法真好耶 他真的有道理耶 他心就契合了 可是另外一位呢 他就还是想要偷人家东西啊 所以他就 没有真正用心在听嘛 所以呢 他到处呢 就还在想办法偷人家的东西 所以他也偷了蛮多的 因为人很多嘛 所以他就顺手牵羊啊 哇就 偷了还不少的这个钱财啊 然后佛陀说法以后呢 他们两个人呢 就回去他们的 这个 第二位有偷钱的小偷的家里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小偷啊 他就嘲笑那个 就是他要去偷东西 结果听闻佛法 真的是觉得佛法很好的这个小偷 他就没有偷啊 所以他就讽刺他了 就取笑他说 你看 你以为你很聪明啊 那你看你现在没有钱啊 对不对 你没有偷到东西啊 那你怎么煮饭啊 你怎么买食物来煮东西呢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没有偷钱的这个小偷啊 他就听到这个 他的同伴这样取笑他 他心里呢 他也没有做生啊 他只是说 哎呀 刚刚我们在听佛陀说法 那你居然呢 你没有去了解佛法 你还以为你自己是聪明啊 其实呢 你是多么愚笨啊 他心里呢 因为已经是真的得到了佛法的利益啊 所以他就心里也没有受他的这个同伴的影响啊 结果呢 这个不偷钱的这个小偷呢 他结果他就 就是跟着他的亲戚啊 就到这个底固独园那里啊 他就真正向佛陀报告啊 他的这个领悟啊 所以佛陀呢 就很高兴的跟他说啊 如果你自己知道你 偷人家的这个行为是愚痴的 那你现在呢 就是有自知了 那这样子的人呢 至少可以认为是有智慧的人 可是呢 如果他不自知啊 那他还是 以为他自己是聪明啊 结果他是真的是愚痴的人 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 真的就是一个小偷啊 他以为他偷盗人家的东西是最聪明的 那实际上呢 他不知道说 他其实是在造这个偷盗 偷盗的这个这个业 那他是在造业啊 那能够自己觉醒说 哇这个偷盗的行为是不好的 而且听了佛法还能够真正有契合的 那这样子呢 他才是真正聪明的人 虽然呢 他没有偷东西 看起来好像损失啦 可是他是真正聪明的人 因为他能够做自己的一个智慧的判断 他能够自己了断他自己这样子造 偷盗的这个恶业啊 自己就马上停止造恶业啊 哇那这个真的是有抉择力啊 那这样子的人就是真正有聪明的人 所以我们说看到社会很多啊 以为说我们赚到了这个便宜啊 那卖的东西是假的 然后伤人家的这个健康啊身体啊 以为说我赚到了钱啊 可是这样子害了人家的这种身体啊健康啊 实际上这个也是造恶业啊 那别人受的这样的苦啊 那这些都是佛法的一种内涵啊 就是我们说了说你不要造恶业 实际上是我们不要伤害别人 也不要伤害到自己啊 所以一个佛法的这种法语的体会啊 实际上都是可以在落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啊 所以我们能够智慧聪明 或者是说我们不够这样的智慧 可是我们也看到自己的缺点 而能够承认的话 那我们也算是聪明有智慧的人啊 所以我们学习都是无止境的 那就是不要就是遮盖我们自己的错处 那我们就有学习的空间啊 那我们好好的来共勉 那我们也把学习的功德来做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侍从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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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持台湾救狗协会 邮政华波 沪明台湾救狗协会 华波帐号 50016766 50016766 银行帐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帐号 012001 198 660 012 001 198 660 以任养代替购买 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 宇宁县 湖伟镇 新南里 足为60-3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 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火车 生命文化基金会自成立以来 秉持着广传佛陀三称法的精神 致力于佛法的推广与传播 不断地制作多元的佛法节目 透过MOD及网络影像平台传递佛陀的教法 散播如来卑制的法音 以滋养社会大众的心灵与觉性 并增进各语系佛教之间的互动及学习 愿使正法常驻人间 佛所行战中说 佛说一切诗 法诗为最圣 人思行才师 行法师者难 敬请各界大德发心护持电视弘法基金 一同成就广传佛陀三称法的慈悲大院 以让更多人能够得闻佛法 一起走向菩提之路 感恩您的共襄圣举 您的发心护持必定公布堂捐 聚沙城塔 福汇圆满 护民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至业基金会 台湾邮政划播帐号 1996-5232 1996-5232 银行网络转账 银行贷号 005土地银行 转账号 012-001-197-388 012-001-197-388 转账后请将个人账号后无码 收据开立姓名 联络电话 地址传真至总管理处 03-989-8787 或email livetv.net atmsa.hinet.net 服务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